国立台东大学南岛文化中心在花莲县文化局支持下第一阶段以轮山部落家族为中心 透过日治时期户口调查资料、口述历史还有相关的学术文件 常识和部落族人透过家族普建制、迁徙的路线和亲属关系等面向 链接记忆与当代并且从中作为书写自身历史的重要基础 一张一张大海报看板上可以看见Sunavan的诗家、诗家、宋家与温家 从汉姓李借由日治时期户口调查部 看见名字传承的珍贵解开家族之间的婚姻 那些故事一点一点连结而出 利用日治时期的部署资料 我们来重建族人在过去在日治时期的时间 可能他们那时候还住在山上 有可能刚被迁下山 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里面 祖先的足迹 然后我们把它做起来 然后可以让这个山上的祖先 跟山下的现在的祖先的后代族人 能够找到另外一条彼此相连的道路 另外同样是伦山部罗族人 也是伦山国小的阿杜尔主任 则分享 2019年时族人如何到塔比拉西太平溪流域的老家 他们想了解祖先在可以跟踪地面积达五公顷的 天里生活的过往 对伦山部落的布农族人来说 寻根是要找回与祖居地的连结跟过去的记忆 整理族谱也是一种寻根 我们才了解说原来很多的故事都遗忘在部落里 我们很希望说透过更多的有研究的 第一次有兴趣 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故事 这些故事听起来真的 我觉得不会输给那个汤姆里选记啊 历史故事小说 一样啊 这些我们自己的故事就很丰富 我发觉透过这个了解自己 然后再走向未来 这是鼓励台东大学南岛文化中心 在花莲县文化局的支持下 第一阶段以伦山部落 苏拿本家族为核心 透过日志时期户口调查资料 口述历史与相关学术文件 尝试跟部落族人透过家族谱建制 迁徙路线与亲属关系等面向 连结记忆的当代 从中作书写自身历史的重要基础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 下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